剧场艺术深入校园 引发学生们对于表演艺术的兴趣 剧场艺术深入校园 国小生参与演出 以巴黎市剧院的 爱丽丝不可示意剧本为教材 引导对剧本中的理解 透过趣味的肢体 发声和互动的课程 自然引发小学生 对表演艺术的兴趣好感 在中正国小的部分 因为读剧其实就是 拿着剧本 然后去看这些剧作家 或者是故事怎么样进行的 那事实上这些剧本里面的台词 和日常的用语不太一样 那尤其这一次的剧本 又是从法文翻译过来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其实就会先让小朋友 先练习 他们怎么样在剧场中 用舞台上面的声音来说话 那和日常的这个说话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呢一开始也要做 不少的发声练习 子音母音的练习等等 等到他们慢慢发现了 自己的声音之后 然后再到舞台上来 把他们自己的声音 以舞台的形式公布出去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团队合作 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就完成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练习 然后配合默契 才能在这个国家级的舞台上表演 基本上都是练习一些声音的表达技巧 透过选读文本 让青少年进一步连结 自身成长的过程 从中看到艺术创作无数的可能 学生可以从中表演艺术 不同的领域 认识工作 认识课程 如编剧 导演等等 更多运的角度 深入了解表演艺术 十方新闻 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